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儿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君言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527集 夏小兰直接在京城置业了 关惠娥心情也复杂呀 上次说夏小兰不是真心想和周成在一起的 夏小兰说自己努力改变一下 这改变明晃晃的就摆在关惠娥面前 要不是想和周成在一起 夏小兰何必这么早在京城置业呢 毕业分配是随机的 夏小兰又是御南省人 她这诚意显然表达了自己想留在京城的意愿 如果夏小兰把周成放在了心上 关惠娥还真从她身上挑不出毛病 关惠娥并不讨厌事业型女性 她本人的事业心就挺重 要不也不会生了孩子就丢给保姆带 不过当婆婆了 总想找一个一心围着周成传的儿媳妇 站在客观的立场 关惠娥挑不出夏小兰的毛病 夏小兰出身不好 却知道努力 学业上没放松 还能靠自己在京城买房 改革开放的口号提出来四五年了 能真正放下面子去干个体户的人 还是不多 选择干个体户的 更多还是像夏小兰这样 家庭条件差的 但无论在哪一行 做出点成绩 总是让人钦佩的 何况夏小兰还不满二十岁 关惠娥想起来 上个月有人想给周成介绍对象 她虽然反对夏小兰和周成继续交往 到底不能昧着良心说 她儿子是单身 再好的对象 也要等周成和夏小兰分开后 可瞧这两人的样子 能分开吗 关惠娥听见周奶奶拉着夏小兰问 买房钱够不够 简直不想说话 夏小兰才来几次呢 就一点点的 把周家人的心都笼络了 关惠娥记得 自己婆婆也有着担心 老人家怎么一会儿一个变化的 要反对 态度能不能坚决点 私房钱都掏出来 要补贴夏小兰 这哪里像是反对的样子 分明是给夏小兰撑腰呢 不能想 再想就要头疼了 这顿方案总体来说 是很愉快的 周老爷子私下里和周成谈话 认为他这时候 去陆军学院进修的选择很对 树要长得高 根系就要扎得深 静下心来 去陆军学院学习两年 鸡蛋化之前的不好影响 也是为你以后打下坚实基础 时代在进步 现代军队的作战方式也在变化 你要学习先进的军事理念 学习先进的战略方针 周老爷子不是老古董 相反 他是一个十分睿智的老革命 不用着急 做最出头的那个 周成进声快 基础却不够稳 这次进修学习的机会 还真是部队领导 对周成的爱护 现在已经不是单兵作战了 现代化的军事武器日新月异 从解放前到建国初 再到如今 周老爷子一路都是见证人 提着大刀和鬼子拼杀 那是特殊年代才有的 现在提着刀 没等走到敌人面前 就被炮弹给炸死了 周成要是不学习这些东西 那不是等着被时代给淘汰吗 周成从家里面得到了支持 对自己的未来规划也更清晰 两人要走的时候 周奶奶给夏小兰装了好多东西 让她带回学校吃 老两口这里也不缺什么保健品 夏小兰之前去鹏城 带回了不少海鲜干货 除了及时地分给室友 其他都拎来周家了 周奶奶心疼她一个小姑娘花钱 可不就是拼命要塞东西给夏小兰吗 反正那热乎劲官惠鹅都不想看 周成大伯母就更难受了 周奶奶就是偏心 偏心周国斌和周成还不够 现在连周成的对象也偏心上了 什么自己买的时差海思和院啊 周成大伯母就不信那个鞋 要说周成没私下里给贴钱 谁信呢 周成大伯母回家翻了翻存折 周文邦每个月工资有两百多块 加上奖金和单位发的各种东西 一年的收入大概能有七八千块 这已经是很高的工资了 要不王广平返程 也不会心心念念想着从前的职务 大伯母在工作上不如光辉额努力 一个月工资和奖金加起来不到两百块 一年下来顶天能有两千块 周仪的工作就是放羊吃草 每个月的工资还不够周仪自己花 她这边不能算入家庭总收入 周文邦夫妻全年各种收入加起来 也有小一万 除掉七七八八的开支能存下来几千 但两人的工资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高的 周成大伯母听说 下选了一个农村丫头 都能在石刹海买房 回去翻了翻家里的存折 也不过才几万块 再一打听石刹海那边的房价 几万块能买个特别小的院子 大伯母心里很是烦躁 真是农村人 敢个体户赚点钱就忍不住嘚瑟 周仪赶紧安慰他妈妈 他那是外地人才需要自己买房 那咱们家不是有国家分的大房子吗 大伯母一想也是这理儿 国家是按级别分配住房 每个月象征性给点租金 以周文邦的收入来算 根本不是什么负担 你说得对 我也是糊涂了和他比 要让你去摆地摊干个体户 我还舍不得呢 夏小兰就算知道周成大伯母的想法 也不会生气 人家想的也没错 周仪可以游手好闲的 那是因为父母努力 周家上一辈有机遇 兢兢业业打下的基础 夏小兰的起点差了 但他可以从自己这一代努力 上要让长辈过上好生活 下要努力给他后代打下好基础 时代虽然在巨变 对周成大伯母的影响却不会太大 只要周文邦不违纪乱法 周文邦家也不需要买什么房子 周成牵着夏小兰的手舍不得放 两人能相处的时间真短呀 夏小兰因为他考来了京城 周成却要去济北省进修学习两年 这是周成都没有预料到的事 幸好济北省离京城并不算太远 就是因为这种客观条件 拉开的距离 周成和夏小兰都觉得 要好好珍惜在一起的每一分钟 不必说太多炙热的情话 彼此靠近一点 不管说什么都是高兴的 小兰 你等我两年 等他两年做什么 周成不必说夏小兰也懂 等他两年变得更好 更优秀 夏小兰也很期待周成的变化 他心喜于这种变化 不管是他的成长 还是周成的成熟 两人都是相互的见证者 这可能就是感情最好的状态 感谢观看